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如理 我是大安娜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化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大安娜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大概在半年前 我們這個節目講過關於露筍去醫癌症 那段錄音還在網上 或者在手機封存 最近我們收到一些feedback 以下有一個聽眾的來訊 是有些事情問一下袁醫生 他就說 你好 十分多謝你提供露筍的資訊給大家分享 我妹妹是其中一個受惠者 她是乳癌第三期的 在今年的7月底她開始吃露筍 8月就見醫生 指數竟然是跌到一半 9月見醫生的時候就再跌 10月見醫生的時候 指數直接接近合格 即十分神奇和高興 但最近這個星期她出現了脫髮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露筍影響呢 是不是正常的呢 如果癌症指數去到正常 之後的露筍應該怎樣吃呢 袁醫生可不可以解答一下這個來訊呢 那很高興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露筍的醫療的效果 已經有些人學到之後 是真正受惠了 那她最後的問題就是 她說我現在起碼癌的指數那方面正常了 但當然了 我也希望大家在處理這些嚴重的問題 就要看多方面的 我相信這位來訊 她所說的是有醫生根實的 不是自己這樣做就算了 但是她也覺得 確實是吃了露筍之後 由7月份到10月 她已經癌的指標改善了很多 那我也覺得因為她有醫生根據 她很可能在症狀方面 都是真正正正改善了的 那她的問題是她說 她最近脫了頭髮 脫頭髮當然不是一個健康的跡象 但是我又不覺得 吃一些食物會令到你 例如爐順會令你脫髮 那我也很難說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因為我們知道也不夠 她也不是我們在看的病人 所以我們很難說她為什麼會脫髮 那我覺得就不會因為爐順關係 那你說她吃了吃到現在 基本上她覺得已經好了 她說過是第三期的乳癌 她已經好了 那繼續怎樣吃呢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是提及那個龍筍醫癌 那其實這個資料在網上也很多 那她通常她都說 簡單來講 就每天吃4盎司 即是Purine 即是打到糊 打到糊 就當它一碗仔 是不是一個小碗仔 那你說 那我自己呢 就這樣當平時是一個蔬菜 即是灑了的蔬菜 那有時候就是沙律 有時候就這樣分開來 那你去吃 那其實我們都沒有很計較的份量 那我覺得呢 就是始終一種食物呢 是很安全的 是 大家都不用擔心 就像當作藥 看會不會吃多了 沒錯 你只會吃得了 你當時的份量 你只會用得了 其實沒有所謂的 一種有營養的蔬菜 就不用那麼緊張 或者要吃多少份量 那始終是因人而異的 是不是 因人有很多因素 也不是說一定可以 那就是大家要接受 不是說什麼食物的治療 都可以一定有成功效率 那但是呢 除了這位的聽眾 和我們分享了這個成果 那我最近呢 大概兩個禮拜之前 那也有個病人 就和他太太 就加拿大回來香港 來看病 那原來這位朋友 他十幾年前已經聽過我們的節目 我們很久以前 就說香港出路 那時候他已經聽了 聽到今時今日都成十多年 那我當然呢 節目都斷斷續續 斷斷續續下 那他就告訴我 他說呢 他就在大概六個月之前 那他有個加拿大一個朋友 就知道有大腸結腸癌 那當時呢 他們的醫院 想著呢 就幫他 開刀 割了他 做一個做厚的手術 那但是呢 這位朋友呢 當然是不想 是不是 掛著那個糞便袋 其實真的很不方便 那他於是 他就開始 用個爐筍了 那這個五個月之前的事 那他就開始用爐筍了 那直到四個月之後 那他再檢查了 發現呢 他那個流腫已經不見了 那所以呢 那醫生當然說 沒有理由的啊 沒有理由這些 就是結腸癌的流腫會自己消失的 那他說呢 那不要緊了 那暫時都沒有 已經好了 走了 那或者可能一個月之後再跟進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在他帶他來太太 就是看病的時候 就是他跟我分享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爐筍的那個醫癌呢 其實呢 是已經很多人已經親身體驗得到 那當然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 他的癌症呢 可能已經很美奇了 有時候做過化療 電療之後呢 其實身體已經很差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有很多我們的 就是過去對其他人 有效的工具呢 未必對某些人有效的 那但是總之呢 其實呢 工具很多的 就是在這個自然界裏面 是有很多有效的工具的 我相信呢 只要大家不斷呢 是努力去追求 去尋找 那都有很多機會呢 大家可以找到 是適合處理到自己的問題的 那好了 那我相信呢 大家都很希望呢 是能夠知道多些 是吧 食物方面的 就是醫療那些疾病 那大家都想不到呢 原來這麼簡單的食物呢 既然對癌症 說現在 真的一樣有效的 那我今天呢 就為了再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種食物 那這種食物呢 就 在香港來說呢 就沒有爐筍這麼普遍 爐筍呢 我相信呢 一般的超市啊 一般的街市呢 你真的 就是 通常都找得到 那但是 現在今天我介紹了一個呢 也都是對癌的方面 有療效有幫助的 所以我特意呢 就要趁這個機會呢 都和大家分享 那這是什麼食物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 朝鮮雞 即是Archichokes Archichokes Archichokes A-r-t-i-c-h-o-k-e-s 那我想翻譯上呢 一般都叫做朝鮮雞 那這種食物呢 其實又不是朝鮮成長的 那這種食物呢 也是地中海的 土生在地中海的 那這種的 就是在我們所謂今時今日所見到的 那原來呢 那這種食物呢 在古埃及希裂 和羅馬帝國呢 是曾經非常之 非常之流行的 是一種流行的食物 那當時呢 很多的埃及那些人呢 就會當作一種健康的食品 那因為呢 當時很多的 所謂有錢的埃及人 希裂、羅馬帝國的人呢 他們很多時候呢 喜歡吃很多的肥膩的 大飲大食的 脂肪重的 還有很多飲很多酒的 那結果呢 就搞到肝出現問題 那他們呢 就會用這個 朝鮮計呢 做一種 一種治療的工具 那到後來呢 就在歐洲呢 在羅馬帝國啊 那系列那個 那個 之後呢 羅馬帝國 就是淪亡那支 那在歐洲呢 就開始呢 就沒有什麼人認識 即是沒有什麼人再應用這個 這個的朝鮮計 一直直至到中世紀的時代 那一直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期呢 那對很多人呢 就開始呢 慢慢地呢 就有人呢 即是 認識一下 這個朝鮮計的 那在歷史上呢 原來呢 在 有一位叫做 Catherine Demetsini 這個是一個意大利的女士 那他呢 就嫁了當時的 亨利第二的 法國的亨利第二 在1533年 就嫁了去法國 他就把這種食物呢 就帶了去法國那裏 那所以呢 在今時今日呢 朝鮮計呢 在我們西班牙 法國啊 和地中海 是一個比較常用 就是常有機會吃得到的食物的 好了 那在 這個朝鮮計呢 其實是有什麼作用呢 那通常呢 我會用什麼呢 是處理一些 肝臟 膽囊 還有很多一些 膽囊的清血那種毛病的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肝功能呢 可以呢 可以呢 是有效地呢 是將我們的 減低我們的血的膽囊 那也都可以幫助肝的 可以呢 再重新呢 是製造肝的細胞 那就是很明顯 它那個作用呢 是用在那個肝臟 膽囊的問題那方面 那 主要那個有效成分呢 都是那個葉那裏 那裏 那裏的 很多這些健康的 就是那個有效的地方呢 都是吃過葉的 那我們都知道 在地中海那裏呢 通常呢 是當一種冬天的食物 那 那 在黎巴嫩呢 他們 我們也有時候見到 一種叫做 懶盤的 一種屬於懶盤的 那裏的檸檬啊 那種蒜啊 或者一個橄欖葉啊 那種製作了一種難盤的 那原來在越南呢 那 這個那個 有個朝鮮雞的葉的蔥茶呢 原來也是一種經常用得到的 在越南這個地方 那 那 也都有人會把那個 朝鮮雞的那個芯 是把它醃制了 或者是把它煮掉了 那當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去 大部份人通常是喜欢吃芯的部分 但其实真真正正有医疗有效的地方 反而在叶的部分 在营养方面 我们发现朝鲜鸡是一个抗氧化剂的很好的来源 它也有一种叫做水飞计素 有咖啡酸 亦是其中一些有效成品 我中文翻译到是阿胃酸 是艾州的胃 艾州不是艾国的艾 Ferulic 这个是帮助我们身体保护对付这些有害的游离机的物质 新鲜的朝鲜鸡 亦是有很丰富的叶酸 Ferulic Acid 还有有很丰富的维他命B 杂 还有有Niaxin 即是鱼酸 鱼酸即是维他命B一类 还有维他命B6 维他命B1 泛酸 和硫胺酸 Panophanic Acid 这些全都是主要在维他命B杂 那些维他命 都是对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新神道歉功能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也知道朝鲜鸡 也含有很丰富的抗物炎 譬如铜 铐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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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这样说 朝鲜鸡真的很有益 是对肝胆方面很有作用的 如果在临床上是怎样应用的呢 好像我刚才所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其实很多蔬菜都是有抗氧化剂的 抗氧化剂成分 譬如有一个叫做豆皮素 有些人叫做洋葱素 很多鼻敏感 香港百分之四十个人都有鼻敏感 也叫做Rudin Rutin Amphocyanin 是花青素 Sinerin Sinerin 是阳架素 亦都有种叫做Luteolin 就是木生草素 西草素 Luteolin 还有Cinemarin Cinemarin 就是水飞鸡素 其实这些是一种比较强的抗氧化剂 当然大家都认识维他命C 维他命E 这些都是很多人都认识的抗氧化剂 但是呢 这个的朝鲜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 很有效的抗氧化剂 第二应用方面呢 是我们处理血糖 那么我们的科学的研究呢 是显示到 这个朝鲜 是可以帮助平衡我们的血糖的水平 也都可以帮助是我们处理的糖尿病 这个问题的 那么他朝鲜 也都属于叫做低升糖值的食物 是Low Glycemic Index 的食物 通常是给一些血糖不平衡的问题 那些人可以形容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 那个腸道 那个大便那方面 那原来呢 它是可以是令到我们 那个胆质的分泌正常化 那你知道了 胆质有少少滑腸的作用 那所以呢 它是帮助我们 那个腸胃那方面 或者便秘这方面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那个癌症 就是大家 原来食物可以医癌的吗 那原来看到呢 很多我们那些植物的化学 那些化学物质 在那个那个 那个 潮线计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 那个预防 或者可以防止 癌的 物质的释放出来的 那当然呢 亦都可以呢 是抑制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血管真身 因为癌症的血管真身 那我知道呢 大家都听过了 鲨鱼骨医癌的 就是鲨鱼不会有癌症 那其实它的作用呢 都是这一方面呢 它是抑制那个微血管 即供应营养的血管 是杜绝出现的 那知道了 那如果你那个癌的肿瘤 没有血管养它呢 那没有血的时候呢 那当然它没有营养 那当然会会会呆死 那原来呢 在那个 那个潮线计呢 都在这方面 发挥到作用的 那好了 那原来呢 潮线计呢 是一个有效的 多份 polyphenol 多份的抗氧化剂呢 那 也都可以预防 和治疗 是持绿性癌 乙癌 和是那个 是那个 血癌 Leukaemia 那他研究方面呢 是发现呢 他那个 其中的抗氧化剂呢 例如 Routine 刚才所说的 是露丁 Cocytin 是斗皮素 还有呢 Galic Acid 在那个 朝鲜计的叶 的抽取物里面呢 是可以呢 是帮助呢 是防止 癌细胞 那个散播 那 所以你看到呢 这些的资料呢 其实呢 在科学文献上呢 已经有记载 有根有根 有根有根 好了 那第二方面在哪里呢 譬如那个胆固醇 那原来呢 我发现呢 那个朝鲜计的叶呢 可以减低 减固醇的水皮 也都是减低 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 出现的 那还有一个 双重万象的研究呢 他们是用了144位人士呢 是他们都是有那个高胆固醇的问题的 那发现呢 如果用一个 抽取物 就是那个 那个 朝鲜计的抽取物 比较浓缩一点的物呢 是有 可以直接可以帮助到 减低 这个那个低浓度胆固醇 的方面 还有呢 如果有些人呢 是本身胆固醇高呢 是可以减低 那个低浓度胆固醇 就是这个所谓一般认为有害的啦 好了 那装编方面 我们可以可以用得到呢 就是糖尿了 那我们知道呢 朝鲜计呢 本身呢 是有含有丰富的 碳水化合物 但是这种的 碳水化合物呢 就是 不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糖 的冲 就是那个冲 冲的 那我们知道呢 碳水化合物 淀粉质 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都要小心用的 那原来呢 这种那个 碳水化合物呢 是什么呢 是一种 一种胰岛素的 碳水化合物 那大家知道呢 胰岛素呢 是帮助我们身体 然后加强我们身体 血糖的水平的 那所以呢 这种的 胰岛素形式的 碳水化合物呢 其实是帮助我们 处理那个糖尿 这个的问题的 那当然啦 那我们都要 就是就是 就是盡量 是买一些 新鲜的 那因为呢 他如果 如果我们的 那个 啊 朝鲜解呢 如果他是一路 那样 就是老化的时候呢 那他本身的 这个胰岛素呢 就会改变其他种 的 的糖分 那变成呢 可能对糖尿的 那些病人呢 可能没有什么 不会有帮助的了 那所以呢 在糖尿的处理方面呢 我一定要用一些 新鲜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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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 那些叶分 好了 那还有 另一方面呢 就是消化那方面的问题了 那我们知道呢 他里面有一个 叫做 Synarin 那叫 花青素 那他不单止会 影响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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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固醇的水平 那原来呢 他也都会帮助我们呢 是我们的消化方面的 消化的健康的 那这个 这个花青素呢 我们可以知道呢 他是可以帮你制造 胆汁 那当然 胆汁呢 会帮助我们 吸收脂肪 那也都会将我们 那个 食物里面的维他命呢 将它吸收 就是抽它出来 那 那你知道了 有些维他命 就是油溶性的维他命呢 就是油溶性的维他命呢 需要脂肪的胆汁呢 都注意到 就是吸收它 那 那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在 食物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用那个 朝鲜剂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头盘 Appetizer 那 那当然呢 就是 也都有人呢 发现呢 就那个 就是个身体的 健康的水准呢 是会提升到 20%的 就是吃了没多久 就是这样的效果 那 我们知道了 朝鲜剂 也有很多的纤维 是不是 那一个大的 一棵的 朝鲜剂呢 就差不多呢 是我们一天里面 所需要的 纤维呢 是已经有 供应到 四分之一 那么多的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也都 可以这么说呢 朝鲜剂 给我们的纤维呢 是多过一般的 西梅 我知道呢 很多人会用西梅 去通大便 那当然 西梅呢 就不是只是纤维 那么简单的 那也有其他的原因 帮我们去通大便 那 朝鲜剂呢 原来这方面的效果 是更加好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 膽囊的问题 那 那 那我们的 那个 朝鲜剂的叶里面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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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质呢 它有一种 它叫做Polyphenol Polyphenol 就是多分的抗氧化剂 那我们也叫做 花青素 Sinarine 那这个呢 是会 就是 令到我们 那个 膽汁呢 是流畅得更加 更加 更加 那所以呢 啊 我要帮助我们 那个 这个 那个 青排的 膽汁 那膽汁是帮助我们 处理那个 那个 那个 脂肪的问题 那我也都听 大家 都相信大家都 认识了 青肝胆 瘤化 那其实都是想 推动那个 膽汁 那还有个地方应用的呢 就是很多人呢 是喝了酒之后呢 是出现缩 即是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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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呢 通常因为我们的肝 喝了酒呢 是令到伤到肝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呢 是 其实可以不妨 可以试一试 用这个 那个朝鲜鸡 好了 还有一方面呢 可以这样讲 在美容那方面呢 就是那个 头发的护理了 那原来呢 朝鲜鸡呢 它本身有 含有维他命A B C 钙 和很多轮的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做一个 护法素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绿色的 朝鲜鸡的叶 嗯 就将它呢 就是 加水 来煮它 一轮 一直煮到它 煮滚了之后呢 那就 离开火头呢 就等那个 水呢 就水温慢慢降 就是慢慢 大概三个三小时啦 慢慢水温 又滚水呢 慢慢呢 就等它慢慢是 摊涼了 那你就可以将那些 那些 将它隔一隔之后呢 这些的 朝鲜鸡的 煮出来的 水呢 那种汤呢 就可以用来 按摩在那个 头发呢 是帮助我们的 头发的生长 嗯 你看看 那些是天然的 美法 護法素 来的 还有其他方面呢 就是那个 消化了 消化不良 有些人消化不良的人呢 是吃了 吃了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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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取物呢 那个消化的问题呢 是很快 但是 改善了的 哇 原来朝鲜界 那么多功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 接下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 医食同源篇 我们是讲着 潮仙界的 那 袁医生刚才提到 潮仙界 原来有很多应用 我知道还不止的 还有其他 和我们分享的 是的 那还有的 可以和消化系统有关 我叫做 肠敏感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或者是 抢击的症候群 或者是 敏感的症候群 我也是 主要的 应用 都是用潮仙界叶的 抽嘴物的 就是extra 可以说比较浓缩 一些 对于一些人 是有这些 肠敏感 可以用得到的 也有些 消化不好 没有什么胃口 或者胃不舒服 可以吃这种 这种的食物 好了 我曾经和大家 分享过 原来癌症 在外国的很多 有些研究 已经看到这方面的 应用的地方 那 有一种癌 就是血癌 Lukemia 他们 也做过这些研究 都是用 潮仙叶的抽嘴物 来做 他发现 他们可以 预防到血癌 细胞 细续 继续 变异 也都试过 血癌的细胞 是用不同程度的 浓度的 潮仙界叶的抽嘴物 处理了 所以 起码 我们看到 他可以控制 血癌细胞的生长 最后 是导致 血癌细胞 自动死亡 就是 apoptosis 可以说 对付血癌 最重要的是肝 那方面 很多时候 发现肝 冲血 甚至乎 肝 衰竭 毒液 导致黄胆 对脂肪的消化出现问题 我们也是用朝鲜叶的部分 因为他有很多 我叫Steroids,是一种卵巢的卵唇 尾和甲和很多食物加上花青素 加上发挥这种效果 它可以让肝细胞重新活化 主要是肝硬化这种问题 综合来说,如果在临床上 我们会想一下什么情况是用 最主要是血糖的问题 糖尿的问题 膽囊的问题 血癌的问题 肝病这方面 包括很多刚才所说的都是很有用的 刚才袁医生提到这个朝鲜鸡是这么有效的 大家应该都希望可以自己在家自己做来吃 以下我教大家怎样做 用最简单的方法 预备一煲水 将整个朝鲜鸡放进去 煮30分钟 它就会淋满了 那你留一点水可以就这样喝 或者是加柠檬汁 或者加一些蜜糖去调味都可以 那你剩下那个朝鲜鸡呢 你就可以把它剝掉最外面硬的那层皮 那就吃入面的 那里面会比较淋一点 那如果你想加些调味的 可以点点豉油啊麻油 都OK的都会很好吃的 那我们记得在以前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 那通常呢 我们都当一种叫做appetizer 是吧 就是这样煮一煮的 很简单 你煮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将它一块块的那些叶 就是很多肉的 很多肉的一块块叶 那样 好像什么 好像lotus 好像那个莲花 那样的 那当然是 那叶也是大一点 那有一个刺的 在顶尖那里 那通常呢 我就拿水煮了 那就趁热 就一块块撕出来 那那个叶的底那里 就比较软一点 的 那我就拿些时候 点一点 那接着呢 就是真的在口里呢 拿个牙齿 把它刮出来的 那那当然呢 我吃到最后呢 那最好就是个心 那里 那里最好吃的 最腍的 那里最好吃的 那你记得呢 我刚才所说呢 那个主要的效果呢 在哪里呢 在叶那里 那里 那所以呢 就记得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那叶 那叶是最 效果在叶那里多一点 那我另外还有另外一个 食谱和大家分享的 是这个鹰嘴豆 有加上这个朝鲜芥一起打用的 那它的成份有 一罐的鹰嘴豆 一杯朝鲜芥的芯 四份一杯柠檬汁 四份一杯水 六汤匙的tahini 就是 芝麻酱 是的 最好用有机的 两汤匙的橄榄油 跟着用 半个或者一个 蒜头 二份一茶匙的盐 另外四份一茶匙的 柠檬皮 还有加少许 红辣椒 或者你喜欢的话 可以加少许 玄西 那怎么做呢 先把水和柠檬汁 放在一个碗里面 另外一个碗就将这个 橄榄油和芝麻酱 打均匀 之后 另外呢 你将预备好的鹰嘴豆 和朝鲜鸡 蒜头 檸檬皮和盐 放在一个搅拌机里面 打到它 差不多均匀了 最后呢 你就是 加刚才的柠檬汁 和水 再搅拌大约一分钟 最后呢 就放回 刚才所说的玄西 和红辣椒 再打一打它 就完成了一个 好美味的 朝鲜鸡 鹰嘴豆酱 就是那个 Hummus 里面呢 是加上 Artichoke 是的 更加有营养 更加有营养 而且味道呢 更加好的 那 相信大家呢 我们都 上几集 都和大家分享过 原来呢 香港呢 就有一个机构 就叫做Green Monday 是吧 那就是 Diana呢 就上一次呢 都有参赛的 是 那上一次和大家说呢 他已经入围了 入了12人 是吧 就是入围了 那最后呢 就真真正正正去 就是临场去 最后的决赛 是 没错 告诉你当时是怎样的 当时就有 最后就有八个 Final的人参加了的 那我最后都 获得了两个奖的 很幸运地 那些评判都很喜欢我 那个彩色 那其中一个是 心油最爱大奖 那另外就是 冠军的 哦 直接拿到冠军 是的 那Diana呢 一直呢 都在健康店里面呢 是用健康店那些 健康的有机的 物料 那就制作一些 很简单的健康的食谱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就可以来我们的 同浪湾的健康店里面 那Diana呢 那Diana呢 就会将她自己 设计的 健康食谱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有些copy 可以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来健康店购物 那时候呢 记得提一提 那我就会给一些 餐单给大家可以认用的 是 好 那大家最近有看新闻都知道 菲律宾的台风灾害非常之严重 另外美国那边又有85个龙卷风 其实都造成很大的伤亡 那其实香港真是一个福地来的 但是现在就转季了 进入这个冬季了 最近都天气都非常之冷了 开始 那是这个流感的高峰期 那袁医生 有没有些什么安全又有效的 简单的同类疗剂介绍给我们 让我们预防一下呢 就是如果万一真的遇到这个流感的问题 我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那我或者先和大家说一下 那个流感是和一般的伤风有些不同的 那伤风也都和一般的上呼吸系统敏感也都不同的 那一般来说 流感可以说是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它会整体性的不适 那个骨痛啊 肌肉冤痛啊 可能发烧啊 他人会食肉不振 就是和一般的伤风呢 是严重很多的 那 那 在外国呢 我记得好像以前和大家 都介绍过一个一个疗剂 一个同外疗法的疗剂来的 那这个疗剂的名字呢 可以这么说是欧洲呢 是最畅销的流感药来的 那大部分的药狂呢 我最近去那个 去欧洲旅行 那去游船 那在地中海一带 那我经常上岸的 那有时上岸呢 有时在罗马 那我见到一些 就是同外疗法的药 那我再去看看 那通常呢 你都见到 这是Oxylococinum 怎样串啊 这个罪得挺长的 Oxylococ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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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通常就是呢 就是如果你遇到 感冒季节 那你就可以呢 就去 去用的 那尤其是呢 它的效果最好呢 就是初期 就是感冒 一感冒 如果感冒要来的时候 你就要立即使用 不要等到感冒很严重的时候使用 所以这个应该在家里 可以避免 开门口 可以当作开门口使用 一感觉到有时 或者见到周围的人 一个个病低 你记住就可以立即使用 还有一个工具 就是Elderberry Elderberry 是一种草药 亦是对伤风感冒 发烧 这种问题 是很有用的 Elder是折骨木 一种草药 Sambucus nigra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配方 会混合 是指椎花 Ekenacea 和Sambucus 通常流感 初期可以立即应用 大家也听过 特蚊药 是一种西药 原来有一个研究 在以色列做的研究 他发现 摘骨木的抽水物 对付流感 和有效成分 有效率 和达蚊药 一样 也不需要用西药 去处理 这种问题 Elderberry 折骨木 其中一个可以用得到 好了 如果万一 你真是遇到问题 真是自己觉得 真是有病了 同学疗法 你都知道 要辨证狮子 不是说 流感 一定要流感药 其实流感药 是很多 可以这样说 有20多种 我们在好几年前 在当时的 沙士流行期间 很多人都很担心 如果真的有 有严重的流感 有什么处理 我当时 就开了一班 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同学疗法 去处理流行性感冒 当时我介绍了 20多个疗剂 这个的资料 其实在我们的健康店 其实都可以买得到的 大概都有 五六个小时的资料 是CD 是CD 有三饼带 有三饼带 我们介绍了很多流感 流感背后的问题 发烧和体温 对流感的关系 这个资料 大家有兴趣 在我们健康店 中环和铜锣湾 我们也还有 有本小书 可以看一本书 还有 看看当时的课程 有逐个逐个 和大家讲解一下 原医生 今天时间不是很足够 你说有20多种疗剂 是对付流感的 可不可以 基本的那些 和我们讲一讲 是怎样应用和常用的呢 在疗剂方面 最常用得着呢 也可以这样说 大家都记得 1918年1919年 世界性流感 死了五千多人 当时和疗化医生 是处理流感的疗效 是非常之高 死亡率 是和当时的西医 所用的那些 农西药 主要是用阿士巴林 死亡率是 差不多是26% 但是和疗化医院 所用的 大概搜集了 很多 都成几万个个案 他们的成绩 死亡率是1.04% 当时他用了哪几个疗剂呢 其实主要用两只原料剂 第一只呢 叫做Gelcemium Gelc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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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我们翻译 是黄素卿 即是声音的声音 下面有一个香 我也不太懂得读 黄素卿 或者黄素香 好了 黄素香 Gelcemium 这个呢 可以这样说 在感冒方面 是很多些 或者其他病毒性的 那些毛病 是最常用得到的 好了 那你怎样可以知道 是什么时候应用这个疗剂呢 通常呢 Gelcemium 黄素香这个 那个阵营呢 通常呢 就是个人呢 就是头哒哒 眼皮哒哒 他人很累到呢 他就不想离开床的 那当然啦 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也会发烧啦 也会发烧啦 也会发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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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前天累到呢 可以这样说呢 他什么都不想离开 那还有呢 我们叫做三种 头哒哒 眼哒哒 还有那种 云云地 即是一种 累的那种云云陀陀的那种云 就不是天旋地软 而是很累的那种云 还有呢 这种流感呢 通常呢 就是 可以这样说 就是他不口渴 他累得来 就不口渴 好啦 那第二种呢 我们叫做Bryonia 这个是当时呢 流感呢 是第二种常用的 Bryonia 是欧树语 英文叫做 Bry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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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树语 或者欧树语 那我刚才所说呢 就是 修明那种呢 是 累累头哒哒 不想动 不想起床 Bryonia 其实也是 不想起床 不想动 Bryonia 的阵型呢 就是他人很干旱的 他喉咙很干 干到痛 咳咳起来呢 咳到头痛 喉咙痛 甚至乎呢 胸部呢 因为咳咳的刺 是令到他痛的 那他呢 就跟那个 Jolsemi 是很不同的地方呢 他是很口渴的 他喜欢喝大量 大量大大大 喝那些冷水的 嗯 那他又不想动 他不想动 他不想动的原因呢 就不是因为他累都不想动 他不想动呢 就是因为呢 他一动呢 就会收身痛 那你能看到呢 他有僵硬 他就不想动 他不想离开他的家 想睡一张床 不想动 那还有他们又比较闽着的 就是出去 即去探抢一下他 問一下他 问勒一下他 他很不喜欢的 总之你不要搞我了 不要犯我了 你要趕一下他走的 那他们就会一个人放在那里 总之是 通症比较多些 他会到 往往看到头痛 喉咙痛 不想动 他人比较犯躁 这个呢 Jolsemi和Bryonia 是当时19,即是世界流感,同量疗法 靠这两只疗势,是主理差不多890 当时的流感的正认 另外一只疗势,就是Arsinecum Arsinecum,即是新,亦都叫做生埃 大家明明了解,不用怕生埃 我们白生埃,或者是新,是哪个新 Arsinecum,A-R-S-E-N-I-C-U-M 这是一种疗势疗法的疗势,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成分的 只包括稀释到,稀释到是没有物质的 所以你完全就不要当它是一种化学的药物 你只能够当它是一种信息,或者是一种中国人所谓的稀 用物质的药的稀长,来调理身体的稀的破坏 A-S-E-N-I-C-U-M,当然也很疲势 好像黄素卿那样的稀释民,是很疲势的 但是呢 他们通常就会很焦虑 很烦躁,很焦虑,很不安 睡不定,坐不定 你会发现他就很不安 而且他就很紧张 好像他就快要死 那由他晚上就更加差 夜晚的症状更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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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也都可能会有喉咙痛 会有流鼻水 也都可能会有消化的问题 通常如果有些人就会一种 我们叫做腸胃感冒 就是你遇到这样的腸胃感冒 我通常就会想到这个新这个尿剂多些的 比如有自己腸胃感冒 感冒得来有肚泻 这些这样的情况 他人累到没力 很不安 不知想如何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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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很怕冰 这个就是新型的流感疗剂 另外一只 就是Nux Formica 马前子 马前子可以说 文明地方人的常用得着 通常马前子的人都是野心大,很努力做事,很薄杀 香港人,可以典型的Type A那种人 通常的人做到疲惫,喝酒,吃烟,喝咖啡,顶着当 还有当马前子出现流感症,通常也有肠胃的问题 可能有火烧心,胃不舒服,有时候有伴有痔瘡 马前子和身形的人都很怕冷,风吹到很不喜欢 而且这种人也对声音很敏感,有少少听到声音 就会感到疲惫,风吹了少少,被子冒险后 不小心被子冒险,风吹进去,人都很不舒服 通常会爆炸起身,和身形有少少不同 身形是不安,很害怕,很害青 但马前子是可以这样说,不安是很敏的,胃不舒服 很繁草 很繁草 而且他有很多肠胃的问题,大便,便秘 大前所摔也摔不到 最后另外一种是Rus T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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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野角 野角 野角也是,可以这么说,我叫Poison Ivy 很多时候是用在流感的时候,可能有些冻疮 唇,有些冻疮 那他当然也会很怕冻 那还有一样,他经常觉得身体的肌肉很僵緊,很冤痛 关节,肌肉很冤痛 尤其在潮湿的天气,他很不舒服 那他会怎样呢,他又喜欢冻一些热水凉 即他觉得他很冤痛,很僵硬 想动一下他,扯一下他,舒服点 但他就会喜欢用热水浸浴 所以你遇到一种流感,重心的症状 是在肌肉的冤痛方面 而他冤痛得来,他就不会坐在那里,睡在那里不动 他很想来动一下他,扯一下他,伸展一下他 那或者拿冲一下浴学冠 我冲一下热水凉,啊,整个人都舒服了 那这种呢,就是野角液 就是Rustox Rustox,英文呢,我们叫做Rusty door 就是好像山寿的门窠 那通常那些人知道,山寿门窠是很僵硬的 你初初开门的时候,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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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 但是你走得久了,就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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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on Phosphoricum 硫酸盐通常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 想开始发烧了 但人不是那么差 立即用硫酸盐 如果你能够及早应用 很可能一天里便会立即好 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谢谢袁医生 拜拜